我們繼續講那個就是後蘭率的流量 我們繼續講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上映節課我們講過 我有粒子守衡 上映節課我跟你們解釋過那個 就是我從那個電荷守衡 Continue equation 然後到粒子的守衡 因為是一度空間 所以原先這邊是代國卷我們換成怎麼樣 換對X的微分 我們現在目的就要找這個 就是我目標 我目標就是把這個 從我們用破函數 然後怎麼樣去得到這個流量 我們再證明這個時候 我們就是從這邊做出發點 這是上次我寫的公司 還記得 從Continue Requestion的話 我上次已經跟你們寫過 對不對 我們可以得到這兩個微分式 然後我們把那個Continue Requestion 那個帶過來 我們就得到 我畫這個綠色的 綠色這個框框 就從這裡開始到這裡 對 那紅色是底下這 我畫紅色的掛斧在這 那你現在把這兩項 把這兩項重新整理 把這項重新整理以後 就可以得到這 把這幾項 把這個你可以重新整 你整理以後可以寫成這樣子 一個是兩粹微分像 這是兩粹微分像 對不對 那這邊是 這兩項是牽涉到未能的 多寫好沒有 那你看看這兩項 這兩項一不一樣 一樣 所以這兩項消掉了 所以 那剩下上面 剩下上面這一項 那這兩項牽涉到兩次微分 對不對 我們可以把它換成一次 我們可以換成這樣 我們用這個公式 我這邊把這個省類掉了 把X跟T 我把它省類比較好寫 你們會覺得奇怪 小不曉得我為什麼要做這個 小不曉得我做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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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樣的 因為你知道 有這邊這個 相親密嗎 因為這邊有個對X的微分 這是一次微分 但這邊是兩次微分 相親密嗎 所以這邊是兩次微分 所以這邊是兩次微分 但這邊是一次微分 但這邊是一次微分 知道我們要用的意思 所以我要寫成這樣子 其實這個可以換成這個 主要目的是這樣子 為什麼要寫成這樣 只是因為有這個 正清楚嗎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怎麼做 你們看是不是這樣子 這是微分這兩項 對不對 我們都學過 微分兩項的話 要各別圍一次 所以先對這尾 每個得到這一項 好 這個再為這個是這一項 這樣可以嗎 那這個呢 微分這個得到這一項 然後這個微分這個得到這一項 好 然後我們看這幾項 你看這一項跟這一項 一不一樣 這兩項是一樣的 所以怎麼樣 消掉了 是不是 那你看剩下這兩項 這成上微分兩次的 這是微分兩次的 跟這個一不一樣 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這兩 掛斧的這兩項項項 是等於怎麼樣 是等於這個 這樣可以了沒有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怎麼樣 把這個帶進來 好 OK 就這樣 我們就得到這結論 OK 就這樣 我們就得到這結論 這整項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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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銅項項項項過去 可以寫成这样子 那你现在比较这两项 比较这两个 跟色式子 这告诉你什么 左边 这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这个就是这个 对不对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这一次等于什么 就等于这一段 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就得到 就得到我们答案了 所以 那我们来看看物理液 我们来看看物理液 还记不记得我怎么样跟你讲波函素的 波函素是什么样的特性 波函素有什么物理液 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是波函素嘛 波函素有什么物理液 我曾经怎么讲 波函素已经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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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粒子的运动的所有讯息都在里头了 我没有讲过这句话 有哈 所以我们要得到电流密度 要怎么样做 就经过这一套数学运算 这样进行什么 经过这个数学运算 因为这个数学运算是作用到这个函数嘛 对不对 作用到波函数嘛 经过这个数学运算 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 我们就可以得到电流密度 就流量 所以以后我们要算 有一个粒子的波函素 我们如果都知道波函素以后呢 我们经过这个运算以后 我们就可以得到那个粒子的流量 就单位时间穿过单位面积的怎么样 的粒子数目 底下我帮你做一个习题 这是树上的习题 那是利用这个公式来算流量的 这都抄了 那知道它物理医的 我再提醒我们学物理 最重要的是物理意义 那数学是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把那个物理的叙述 用很简单化 我们就用这个做立体的 那我们求 如果一个波函 如果是波函素是这样子的话 如果是波函素是这样子的话 对 我们来看看这些量的 它们的物理医 那它的公欧复复复复复复是这样子 那它的公欧复复复复是这样子 好 那它的公欧复复复复 你們學長他們在考試的時候常常把這個漏掉 要注意這是共和部數 那你們不要跟我講說現在你們那個復病的函數還不配 那我們把這個帶進來 這邊簽到兩個違分 那我們就這樣做 所以我們就得到 對不對 然後得到這邊 是不是這樣子 那我們把這兩個違分 把這兩個違帶到這邊來 帶到這個獅子來 我們就得到 是不是這樣子 這邊是負i 這是負的Omega t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正的Omega t 這是正的Omega t 這邊是負的Omega t 所以怎麼樣 時間部分怎麼樣 時間部分消掉了 這邊一樣 這邊是負i 負的Omega t 對 所以變成正的iOmega t 這邊是負的iOmega t 所以時間部分也消掉了 那剩下的就是空間部分 那空間部分我們知道 這有個iK 這邊 這是負的iK 所以變成怎麼樣 變成iK 所以這兩個是一樣的 A star乘向A變成什麼 A的絕對值平方 這邊也一樣 這邊是A star跟A 也是A的絕對值平方 所以我們得到這個結論 這個我們得到這 那這可以寫成這樣子 這是我們最後的結論 好 那我現在看我們來看這個物理液的 你們看動量處理 動量處理質量是什麼 對 等速度 所以這個速度 等於 等於速度 然後正負的絕對值平方 那我們來分析這個物理液 OK 這速度當然很清楚了 對不對我們來看這個A平方 還繼續我跟你們講 波函式是有單位因次的 有沒有記得 波函式是有單位因次的 那什麼樣的單位因次 假如一度空間的話 長度的開根號分子沒有 分子一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波函式 只是韓式有沒有單位因次 沒有 所以單位因次在哪裡 單位因次在A 在這個係數上頭 所以A的單位因次是什麼 對 就是長度的 對 長度的開根號的導式 那個導式就在分母了 那這次平方變成什麼 變成什麼 變成什麼單位因次 變成長度分子一的 這樣清楚嗎 所以它的單位因次是長度分子一 速度是什麼 長度除以時間 對不對 速度是長度除以時間 所以長度跟這個長度消掉 所以這整體變成什麼 時間分子一 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代表單位時間內 穿過去的什麼 這個地子事務 這樣會了嗎 要記住 要記住這一點 就是 破函式是有單位因次的 那如果像這樣表示的話 單位因次在哪裡 單位因次在這係數上頭 這樣會了沒有 OK 還有沒有 同學還有沒有問題 沒有